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已经分析了马丁路德的神学观 马丁路德的社会观 和马丁路德的政治观 以及马丁路德的伦理观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 具体到什么程度呢 具体到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就是婚姻的世俗化与妇女地位 因为我们知道 在德国宗教改革的时间呢 也是圣女可以结婚 马丁路德开始 新教的圣女都可以结婚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 对当时的社会是个不小的震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围绕着婚姻的世俗化 与那个妇女地位 来进行讲解 那个宗教改革运动啊 基本上是男人们的事 但是运动呢 却冲击了境遇观念 提倡了婚姻 关闭了女修道院 因而呢 对女性世界 也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一些现代的历史学家 他们据此理想的 理想化的认为 宗教改革时期呢 是一个风水林 在宗教改革之前 是禁遇 独生 死因 乱人 女巫 和修道院林立 而宗教改革之后呢 却是普遍的婚姻 和谐的夫妻关系 还有健康的婚姻立法 还有妇产科医学的 那个发展 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学的这些看法呢 当然是很理想化的 我们过去也曾经谈过 一个世界 一个事件 是不可能马上改变社会结构的 它发展呢 不会是今天是这样 明天就那样 它一定是延续发展的 但是宗教改革时期呢 婚姻改革的核心 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宗教改革时期的 婚姻改革的核心 就是婚姻的世俗化 什么叫婚姻的世俗化呢 就是婚姻不再是一种 七大胜利之一了 婚姻就是婚姻 和神圣的东西没关系 这就是婚姻的世俗化 那么妇女呢 摆脱了在宗教的影子内 充当圣女 或者充当圣女工具 或者性动物的地位 那么 它又被套入了 世俗社会的 宗法的 家庭的 和经济的 那个牢笼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说 那些妇女也真可怜 一方面 它脱离了教会的 那个神圣的 充当圣女的 那样一种地位 但是它马上进入了 社会里面的 宗法的家庭的 经济的 那个牢笼里面 成为社会偏见 和制度的牺牲品 所以有新教圣女 发动的婚姻改革呢 既是一个 一处照亮过 黑暗隐蔽 女性世界的 其的光亮 但是呢 它的闪烁 和它的熄灭 却并没有给 欧洲的妇女 带来 解放 也没有改变 他们在社会上 受侮辱 受扭曲的 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首先来看看 那个中世纪的 妇女状况吧 婚姻状况吧 我们看 人的婚姻 是人的情感 性行为 和家庭关系 在社会的 立法程序上的认可 人们都是根据 自己的情感 来编织爱情故事 社会的法律程序 却是根据 社会的政治的 社会的道德的标准 来对此进行 奖赏 或者进行惩罚 所以个人和社会之间呢 既有统一的一面 也有对立的一面 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啊 由于婚姻的审判权 是掌握在 崇尚 敬语精神的 天主教会手里 那么婚姻的 法律标准 就变得相当的 模糊不清 婚姻呢 也呈现出 严重的不稳定性 那么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会呢 提倡 天主教会呢 提倡的这个 禁欲的观点 禁欲的观点呢 是把人的信誉 和性生活 当作精神信仰 和灵魂得救的 对立面 排斥性爱 和婚姻生活 就被视为一种 精神与信仰的发展 因此呢 一个人只要不结婚 就比较容易进入 上帝的纯洁之国 用15世纪著名的神学家 那个神学家叫 Jane Jerson 的话来说呢 就是说 世界上啊 再没有什么 比独生 更加令上帝欢喜 没有比处女 与童生 更加乱上帝喜爱的了 禁欲在这个层面上呢 是与上帝精神 完美 真理 纯洁 等概念 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就成为基督教修道者 必须奋行的 一个普遍原则 那么这样一种禁欲呢 作为一种对宗教原则 在伦理上来说呢 它应该是不受性别限制的 应该说 男性也应该 也应该禁欲 女性也应该禁欲 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呢 男女两性 实际上处在不对等的地位上 女性呢 是被认为是性欲的挑起者 男性呢 却是被动的受害者 所以基督教神学家 是把女性解释为一种性的动物 说他们呢 比较容易提前开发 比较早熟 因为呢 就无法展成长径大树 又说他们生理上就有缺陷 那如果没有那个男性的呵护呢 他们就要不能成长 又说女性的这些弱点呢 使他们亦受魔鬼的引诱 并使本来可以得救的男子呢 受到女性的引诱呢 也堕落 也堕落进魔界 受地狱的无限之苦 而无法超脱 所以这些对妇女的污蔑呢 到了中世纪后期呢 就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十六世纪 德国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 说娶一个妻子 就是以魔鬼入生 又说如果你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那就去娶一个妻子吧 所以这样一种看法呢 基本上就是对妇女呢 进行污蔑 但是景欲的理想呢 如果是用在男性身上 特别是用在修道士身上 和教师身上 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 要是世界不是女性的引诱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大量的森林的妇女 送到御师隔绝的修道院里面去 这里面就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 为什么男性搞禁欲 就是意义重大呢 因为假如你男性搞禁欲 就增加你的神性 假如圣女不结婚 那个修道士不结婚 他就显得更加神圣 所以女性不结婚 是要克服他们的生理缺陷 那么男性不结婚 却增加了他的神性 所以说呢 两者是有区别的 是不对等的 那么女性既然是一个挑逗者 是引诱那个男性堕落的 那个引诱者 那么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把森林女性 都送到修道院去 教会呢 就把妇女呢 视为语言罪的一种化身 并没有对女性的灵魂得救 抱多大的期望 然而 当时的德国的女修道院的数目呢 却要超过了男修道院 你比如说有个城市叫斯拉斯堡 现在是法国的 那个时候是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的 这个十五世纪啊 他这个城市在十五世纪 只有男修道院一座 女修道院却有八座 这个比例说明什么 一比八 为什么男修道院就一座 女修道那么多呢 这就是让那些妇女 都进修道院 社会就太平了 在十四世纪的科隆 他有一百多个修女之家 修女之家就是 妇女自己办的 那个 不是教会 但是妇女之家 那么每一个地方呢 就住十到十二个修女 那么修女之家 假如有一百多个呢 那么当时呢 修女的数目呢 就占了这座人口 一万多人口的那个城市 社令女性当中的四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 总人口啊 才那个一万多 啊 总人口不治 但是总的妇女数啊 就是社令妇女 就是她们有生育能力的 这种妇女 她们的一共是一万多人 那么这一百多个修女之家呢 就占了那个 社令妇女的 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 那么我们上面提出的 那个神学家 杰尔森 他本人也是当时 最热烈的 那个 境遇的提倡者 这个杰尔森 自己就独生 还积极鼓励 他的三个兄弟 六个姐妹 奉行独生主义 他特别为自己的 四个年轻妹妹担忧 他对她们说啊 她们正处在最危险的 魔鬼的落狱时期 他积极鼓励她们呢 奉行境遇 或者独生 那么境遇主义 如果加在男性身上呢 尤其加在男性的 圣女身上呢 那么就则意味着 他们身上的神性增加 使他们更像 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甚至呢 由此可以得到 无上的权利 神性就是通过 奇怪的神魂制度取得的 什么叫神魂制度啊 就是说专职 成为专职圣女的那些人呢 他们要举行一个 神职受受礼 神神受制里面呢 要给那个教师呢 一根权杖 还要给他一枚戒指 那么戴上那个戒指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和神结合了 那么在公元604年 教皇格里格里呢 颁布了第一个 教室禁婚的法令 他规定 他规定 凡是你从事专业的 当一个教师呢 那么你如果已经结过婚 那么你必须放弃婚姻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那就不要结婚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个圣女呢 就奉行独生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和普通人呢 变得很不一样 只有这样呢 使他们身上呢 显出神圣的性质来 这样才可以替别人 施洗礼 可以布道 可以替人忏悔 那么所以呢 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 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是独生者 和一般的人呢 是要结婚的 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以后 推行禁语主义的独生制度呢 已经成为罗马教会 公开标榜的一个政策 教会的婚姻立法呢 其实基于这种信念之上的 在圣礼中呢 要推行彻底的独生主义 在妇女中呢 要推行禁语主义 他兴办了大量的修道院 来收容那些妇女 在熟人之间呢 要提倡不结婚的单身人 不得已才让他们结婚 其实结婚以后呢 也要避免漏欲的泛滥 教会认为 如果把信誉限制在婚姻的范围内 是可以预防人的预念 随便发泄的 那么上去的政策呢 在有其理论基础 因为在那个圣经中呢 圣保罗说过一句话 圣保罗这么说的 我说男的不敬女的导好 但是呢 要避免那个淫乱之事 那么男子呢 各当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呢 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我对着没有结婚的人和寡妇说 如果你们能像我这样 当然很好 如果你们静止不住 那么你们是可以去结婚的 欲其欲火攻心 导不入嫁去为妙 所以圣保罗圣经里这段话呢 就把婚姻看成是隔离性欲的一种凡离 这又引出了那个神圣婚姻和永恒婚姻两种制度 因为两个人对神起事 就构成了一种永恒的婚姻 所以教会法系里面有一派人认为 你除了发那个结婚发誓言之外呢 你还必须要有四次婚姻 四次婚姻以后呢 你有了四次婚姻和你发过誓 你才算真正结婚了 那么这种婚姻的独特之处呢 就是他认为结婚是两个信奉上帝的人 在神面前立下的誓言 永远也不能解除 即使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申请离婚了 那么你这个离婚也只是床和房间的分开 你并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永恒誓言的内容 因此如果教会不给你一个特许 无论是离婚还是没离婚 你都不能再婚 你的再婚就是不可允许的欺神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说呢 结婚很难 离婚也很难 那么在婚姻的里面呢 教会又提倡一种没有快感 没有欲念的一种性生活 其理论是圣徒奥古斯丁 和托马斯·阿奎纳的妇女工具论 奥古斯丁呢 在上帝之城一书里这么说 说女子是魔鬼愿望的工具 妻子是丈夫的工具 作为母亲 那个女子又是上帝造物的工具 那么这样一来 妇女是处于重属地位的 那么奥古斯丁呢 并且认为 女子呢可以被赞美 也可以被诅咒 如果她成为信誉的目标 她就被诅咒 反之 如果她为自己的丈夫 和自己的孩子 那个恪守职责 就要被赞美 所以我们说呢 十三世纪的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纳 他为奥古斯丁的话呢 进一步做诅解 他这么说 他说女人啊 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帮助男人的 不是帮助男人 其他的什么 因为别的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请别的男子 来更好地来帮助 只是帮他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这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说的 妇女公居论 那么妇女公居论呢 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把女子呢 置在一个受侮辱的地位 因此呢 两性生活呢 只是男子欲望地实现 对女子来说 毫无关于可言 所以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家内的那个 性生活的不和谐呢 是普遍的现象 那么教会推行的 禁忆主义的婚姻政策呢 当然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的病态 那么宗教改革前夕呢 约有40%的欧洲妇女过着 是单身生活 色灵妇女的独生 就加剧了男女比例的失调 那么男子呢 往往往要娶比她大十几岁 或者二十几岁的寡妇 作为他们的出婚的妻子 妇女结婚以后 又不断地怀孕生育 但是三分之一 至二分之一的儿童 是在五岁之前就夭折的 那么妇女的卫生 和妇产科医学 被视为禁区 你比如说 在1522年呢 汉堡法庭促使了一名医生 因为他想观察妇女如何生育的 此外还存在着 大量的修女和女巫 所以从1400到1700 在欧洲呢 至少有8万名妇女 因为从事女巫的活动 而被判处死刑 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的背景下呢 你根本谈不上 稳固的家庭关系 所以禁语主义的政策呢 不仅没有达到进化社会的目的 反而激起了更多的隐乱和腐败 你比如说新教的改革家 有个人叫做安德拉斯 那个奥赛德 那个安德拉斯奥赛德呢 他在1537年 他向纽伦堡的市政府报告说 现在至少流行的19种乱伦的现象 必须加以制止 乱伦现象里面包括 公公娶儿媳妇为妻 或者那个儿辈娶母亲的姐妹为妻等等 所以在婚姻的制度上啊 那个非法婚姻和非婚 非婚性关系相当普遍 因为呢在没有在那个教室面前交换过婚事 这种两性关系呢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哪两种啊 一种就是非法的婚姻 还有呢没有通过结婚就同居的 那么这两种婚姻呢 因为缺乏那种婚姻的誓言而不受法律保护 你比如说有一个德国人 他的名字叫赫尔曼 他是在一个 Weisberg的那个城里的一个体面的双人 这个体面的双人赫尔曼啊 在28岁的时候 他与他的父亲的女仆发生关系 并且和他父亲的那个女佣人呢 生了一个女儿 那么女仆的父亲呢 说既然我的女儿和你已经生孩子了 你干脆就给他一个名分吧 要求那个双人赫尔曼 正式娶他的女儿为妻 那么赫尔曼不同意 于是就告上了法庭 法庭就判赫尔曼为未婚 而且为无罪 因为他与女仆呢 虽然有性关系 并且生了一个女儿 但却没有举行过仪式 也没有交换过婚式 这个判例就说明了 男性可以任意的侵犯女性 而不受法律惩罚 还意味着受到性侵犯的女性 反而不可能被认为是有罪的一方 因为女人呢 是魔鬼欲望的挑逗者 所以要承担性行为的一些后果 这完全是不合情理的事情 那么至于圣旅中间推行禁欲的制度 是否提高了教会的神性和威望 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为那个教室的禁婚制度啊 就导致了教室的性变态 而广大的性交妇女 则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那么这样一来呢 婚姻改革家 继而就发起了修女的还属运动 和教室的结婚运动 所以这就有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宣扬人应该结婚 尤其妇女 结婚幸福论 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把那些修女呢 从影修院里接出来 让他们还俗 还俗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那些男性的圣女 也应该结婚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的把修女们 从修造院里接出来 在新教势力强盛的地方 可以用行政命令 用行政的命令 来关闭修造院 那么在新教势力 弱小的地方 那只好偷偷摸摸了 马丁路德 就曾经通过一个双人 把八名修女 装在麻袋里 从修造院里运了出来 并且把他们介绍给人 或者去当别人的妻子 或者当女用人 因为路德呢 所在的那个城市 叫做Wittenberg 它里面有一个人 这么写道 他说1525年啊 有一群处女 正到我们城里 路德呢 帮助他们呢 找家住 那么这群修女 有一说是八个 有一说是十几个 这群处女来了以后 怎么办呢 这群修女 那么大多数是 被介绍到家庭里去 或者当人家用人 或者当人家妻子 都安置好了 但是后来有个人 被退回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 凯瑟琳 波拉 或者说波拉的凯瑟琳 波拉的凯瑟琳 来了以后呢 他安排的那个 未分夫呢 想了半天说 还是不能娶她 因为她是个修女 我们怎么可以 娶个修女呢 那不是不对的吗 后来又把她退回来了 退回来以后 马丁路德就 说事无策了 就派一个博士 去和那个 那个波拉的凯瑟琳 谈判 问现在怎么办呢 那个凯瑟琳说 我已经从薛大院出来了 那么现在 要么我就 再介绍一个吧 那么那个博士说 你要的是谁 那个 波拉的凯瑟琳说 我看马丁路德就不错 要么我就不回去了 我就嫁给马丁路德 你看怎么样 那马丁路德就非常尴尬 那么路德后来想了半天 突然他想通了 他说既然结婚 可以使他的父亲高兴 而又能够使教皇难堪 那就答应吧 所以在1525年 路德就和凯瑟琳结婚了 这个婚一结啊 就开了那个 圣女可以结婚的先例 那个凯瑟琳后来 生了六个子女 但是 但丁呢 而不是但丁 那个路德呢 在进行那个 性生活的时候呢 总是有一种负罪感 这是历史记载的 那么这样一种婚姻改革的发展呢 就是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呢 有可能进一步提出 婚姻制度的世俗化的主张 那么进一步的婚姻世俗化的主张的 具体内容呢 就要制定新的婚姻法 废除秘密婚姻 用政府来控制的世俗法庭 或者由政府授权的教会法庭 来批准结婚 那么新的婚姻法的出谈呢 就废除了 结婚是宗教的七大圣仪之一 因为你互相交换的 那个婚姻的誓言呢 只在地球上有用 带到天国是没用的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离婚呢 也比较容易了 离婚意味着两个人正式分开 不再就是床和房间的分开 因为离婚不涉及到 灵婚上的什么纠纷 因此呢 人也可以再婚 那么还有一种呢 对密密婚姻呢 进行了 进行了那个废除 什么叫密密婚姻呢 密密婚姻就是 原来就是两个人 只要找一个教室 找个圣女 在他面前 互相换了婚姻的誓言 就构成正式婚姻 他并不需要取得父母和邻居的承认 那么新疆百个家认为 这种婚姻呢 也有很多的缺点 因为你的婚姻是秘密的 那么就会导致重婚啊 多婚的现象很普遍 那么教会呢 就规定 婚姻呢 一旦一个人离开家庭很多年 他这个婚姻就会自动失效 也就是两个人如果不住在一起 那么你就会婚姻就自动失效 那么在婚姻必须真的 父母同意这一点上呢 路德也写过一篇论文 马丁路德说 父母不应该包办压制儿女的婚姻 儿女也不应该背着父母 自己去制结婚姻 所以马丁路德呢 就是一方面劝父母的提案子女 一方面呢 也叫子女的孝顺父母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想用这种办法呢 也就是他的那个中庸之道呢 来制定新的婚姻法 那么在新教掌握的婚姻登记处呢 没有家长的同意签字 就不给办结婚手续 这使得父母呢 实际上还是控制了子女的婚姻 因为新教徒呢 是那个婚姻呢 婚礼呢 是一个大事情 他强调必须公开举行婚礼 必须呢 要有人证婚 才想完成婚姻 那么这种办法呢 就是要防止秘密婚姻 以增加婚姻的安全性 所以新教的婚礼呢 一般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 仪式呢 就是包括朗读圣经中 亚当和夏丸的故事 那么公开的婚礼呢 是结婚变成一件 很荣耀的事情 抵制了那些嘲笑婚姻 鼓吹独生 比较高尚的旧的风俗习惯 好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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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